太遗憾了 我们金刚山一直是在我们心目的 年轻的时候在部队当兵 当时我们看的画报 最喜欢看的画报 最喜欢看电影和最喜欢听的歌曲 都是朝鲜的电影 歌曲和画报 当时我们就对朝鲜充满了一种向往 这次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到朝鲜 我们就感到非常的高兴 特别是在飞机一落下 一落地 我们就看到了整个的绿色的田野 整齐的农庄 还有宽阔的街道 这个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恶的印象 在我们在朝鲜这几天里 通过跟朝鲜我们的同事 和其他的朝鲜朋友的交流中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朝鲜人民的 友好 热情和纯真 我们这次也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 参观了半井在朱吉斯兰安塔 朱吉斯兰安塔 还有昨天我们也去了友谊纪念馆 这个我们看到了我们朝鲜人民 对我们伟大的领袖金日成 和金日成同志和我们敬爱领袖金正日同志的 无比热爱和无比的忠心 这个实际上作为我们来讲 在我们心目中一直作为金日成将军 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当时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也是跟中国人民一道来抗击这本帝国主义 而且我们通过我们现在的这次访问 我们也看到了朝鲜人民在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下 也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我们朝鲜人民在建设祖国的工作中 取得了一些成绩 而且他们为了祖国的建设 为了祖国的统一他们的这种决心和勇气 这都给我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 现在是这样 正如下您刚才所说的 中朝两国的人民的友谊是非常悠久的 刚才也提到金正日同志 现在今年已经两次了访问中国 这说明了我们两个国家的交往 在这个原来这个长久友谊的基础上 正在不断的加深 我想我们作为我们这个残金工作者 所以我们也要顺应两国领导人的这种意志 然后加强我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